欢迎收听我们的岛 在这个系列《水域神灵》当中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堪增》 这个事发生在180年前 也就是西元1845年的时候 在云林、口湖 现在的金湖地区 以前是蛤蟆寮或是其他的这些地方 在6月7号的时候 狂风暴雨 一场非常严重 很大很大的台风 当时根据台湾通知的记载 至少带走了3000多个 云林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 不过其他的记载也有说 超过一两万以上的这样子的人 受到不幸罹难 在这场灾难之后 云林、口湖地区 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仪式 叫做堪增 就是一个大概是100多公分的 这个竹篓 然后用纸糊起来 中间分成下、中、上、水里面、地上、跟天上 这中间充满了非常多的神秘色彩 因为受困溺蔽在水中的亡魂 会透过勘争 然后到达阳世间 附身在人身上 之后超生八度 但是这样子的信仰 也反映着说说 人透过仪式 如何去记录当时那一场灾难 如何去跟大自然 和谐和平的共处下去 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充满神秘色彩 人跟地理环境 跟自然灾害的堪增仪式 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这一系列的水域神灵 这一次来谈谈 什么是堪增 为什么要堪增 增是什么 为什么在仪式上 这件事这么重要 来欢迎是政治大学 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洪英发洪老师 大家好 洪老师是我们台湾 那个应该是终身代 说你很年轻 也这样子有一点夸张了 终身代研究台湾民俗信仰 非常重要的学者 什么是增 增其实我们根据 我们现在的研究 就是它是一种 道教里面所使用的一种 仪式器具 也可以称为是一种法器 不过很有趣的是 它使用的范围大概 我们目前看到研究资料了 大概从中国的浙江 一直到广东这一带都有 那当然往外传的海外华人 也有在使用 然后如果往外散射的话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 大概有在使用的痕迹是越南 然后日本的冲绳 大概都有类似的部分 然后韩国在历史上 也有相关的报道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法器 那它有一点像什么 就是现代当代的电梯 是 对 它就是一个救赎的工具 就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 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是地狱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从另外一个空间 把你往另外一个空间 去救赎的部分 如果我们用Doraemon来看 它可能就是任意门 OK 或者是时光机 对 就让你可以从另外一个空间 到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它会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会有一种不同的操作方式 也是超有趣的比喻 那看症就是说 坐着这个阴间的电梯 或者是在水深处的这个电梯 然后来到地上 然后超声拔度 然后回到天上 或者是去投胎转世 但不过我们先来形容一下 症 症我看到应该就是 大概一百多公分高 一个竹子 然后外面用纸壶的 一个圆筒状的一个东西 大概我们说 症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症 大概就是都是三层结构 因为有些地方 会有五层结构 或是其他的结构 然后有些会做比较高 比如说像台北 有些地方会做比较高 或是像鹿港的 就会做比较巨大 但是它大部分 都会在那个三层结构里面 当然我们有一个 比较标准的说法 是说它是一个天地水 然后当然有人会说是天地人 就是中间那层是人 它就大概是一个三层的结构 然后它的湖子是 有些地方会照这个结构贴 但是有些地方就是水溢 就是说他们传说其实不一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层的结构 大概就是会是 有些地方会贴水族 或者是水族就是那个 什么海龙网的那些兵将 因为你困在水里面 什么虾子啊螃蟹 对对对 虾兵蟹酱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会干阴间的鬼族 就是阴间就是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 然后七爷八爷 这是在下面那一层 那我们中间那一层 就是会常看到的一些 诸礼阴间事情的神明 三神土地 三神土地 陈皇爷 陈皇爷 对所以在中间一层 然后上面一层 我们常会看到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 然后金铜玉女 就是它有一个结构 就是说我们会象征性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用电梯的概念来讲它 所以它就是 一楼二楼三楼的概念 对对对 它就是会不同楼层上去 那因为不同的仪式专家 比如说道士 然后士教的法师 甚至和尚 他们都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器具 虽然这个仪式的传统 可能是从道教来的 但是在台湾就是说 不同仪式专家都会使用 所以它有不同的做法 可是在道教里面看 尤其比如说像我们常行的 南部的领导 道士来说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种 类似三次的结构 就是一层一层 让你往上救度 但第一 因为我们相传就是人 意外死亡的时候 其实灵魂 其中一魂是会被困在 那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常会听到说 为什么会抓狗体 因为常困在水里面 或是困在车祸的当地 所以它抓狗体 所以都要透过这样的救赎的方式 之后往上来去 一层一层的去生 所以这增 而且你看我们这叫增 所以有水增 会增 就是会有不同的应付 它不同的意外死亡的状况 所产生的 水增很容易理解 就是也许是在西里面溺斃的 在河里面不幸溺斃的 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很多 在180年前云林口湖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台风 带走了至少好几千条生命 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困在水下面 那基本上增 那个大小可能很不一样 有小的 有中的 有高 可能一两层楼以上的 这么大的 但是结构至少在台湾 大部分都是三层 那我们先讲水增 就是说最下面那层 因为你是岩石的 所以它就是用那个虾兵蟹匠 然后海龙王所管辖的 这些那个兵族呢 来去控管 然后你要贴上这些 那个胡子的样子 中间那一层呢 就是到了阴间的 就是可能石殿阎罗啊 或是这些管的 像是牛头马面啊 那当然也包括城荒野 这就不同宗教信仰 啊处理好之后 坐到三楼 电梯坐到三楼 那就是管世音菩萨要出面啊 或观音佛祖 或其他的这些神 水增比较容易理解 那血增 会增又是什么 会增就是 其实在传统社会是因为 我们的医学不发达嘛 是 所以我们很容易 就会有那个残难发生 所以以前的血增 其实大部分都是残难 就是你父女 你知道出生没过 单产过世的 我们台湾很久的嘛 生过的鸡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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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变成说 你只能面对那高风险 所以你如果是生产过是意外死亡的话 就要听过就要用血涨 不然你会落在血池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听我们Podcast 看我们YouTube的朋友都很年轻啦 他这句话可能他没听过啦 以前其实生产的风险多大你知道吗 说实在你能够母子或母女平安 那是非常大的福宝 因为生产而去世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那句话就是说 生的贵啦 如果生产顺利的话呢 有人说鸡酒香 有人说麻油香 就是用麻油鸡啦 那如果顺利的话就麻油鸡可以吃 但是很多会不顺利 不顺利就是戏帮 戏帮的棺材 这个就是生产 那个难产而死的这个机会很高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会增 就是一样刚刚我们谈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竹子的法器 然后呢下面放一盘 一盆水 贴红纸 他有些会贴红纸 有些会用那个 朱砂或者是用那个红墨水 去把它染成红色 是 象称是血池 因为你产难死亡之后 在我们的台湾民间信仰的概念里面是 他会落到那个黑底 就是那个地狱的血池 所以他就救度的地方 就是你被受难的地方就不一样 当然有道长开玩笑 说因为现在产难很少了 除非很危险 因为我们的妇科的那个 整个技术医学发达 我们那个期待绕景啊 我那个像我问那个我的妇产科医师 他说哎呀那个人如果期待绕景 好像很危险 他说啊哪有什么 你操一波好好照 哎呦生产的时候 你就把它期待拿开来 绕景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技术很进步 我们台湾的医学发达 又有健保的关系 其实健保也是台湾的一个奇迹 所以你看就是整个医学发达 所以大长就常开玩笑 那其实人数就少了 所以变成他就开始慢慢延伸 然后另外一个是呃 他随着我们的科技进步 其实其他的交通意外事故就非常多 比如说交通嘛 以前没有车辆 没有飞机 没有船 啊所以呢 现在只要是其他的意外死亡的 一般有见血的 比如说尤其交通意外都会砍 会增 会增 然后甚至有比较衍生出来 比如说像之前呃 不是有大型的那个消防队员进去救灾死亡吗 那那道长怎么帮他们救赎 道长也是用怕会增的方式 因为因为他们也在研究嘛 因为说呃 大部分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意外死亡 所以现在会增就被衍生成 哦这个是仪式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不过呃 根据台北的说法是 他们大概在呃 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龙洞把握工跟跟那个万华龙山市 他们就有在做 然后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呃 之前顶下交皮毛 就是台北的卸斗哦 就是不是不只张权卸斗 张权闽克 然后全州人内部自己又打 四线跟同安又打 三线跟同安又打 那台湾人就要熟拔 其实不是啊 那个我们去中国田野调查的时候 中国人也 中国内部也是常谎内复杂 因为那个是以前古代社会 就是为了生存真地盘嘛 对对对 所以所以黑增在呃 那个时候就有 对对对对 他们就开始衍生 新竹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 呃 很早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调试 我老是想到一些题外话跟这主题无关了 嗯 刚刚我们谈到说那个妇女难产儿死的 会堕入血污池 对对对 所以你就要用那个签血杖 或是血状 来去把它超生八度 我想一想说 哎他生孩子他会怀孕已经够可怜够辛苦了 然后难产而死掉 还要堕入阴间受惩罚 我们这个民间信仰其实是没什么道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上课的时候 那个女学中就会抗议 他说完全是对女性的 对重男驱女压迫女性 对对对 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一些部分 不过每个时代也在调试啊 我觉得如果你从整个 时代演变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民俗其实都在随着时代的 是 然后所以很多人都说到底要不要改变或什么的 其实就是与时俱进啊 你看那是很相同啊 我一定要找到去对应使用不同的 方式跟方法嘛 就是说 这样讲虽然好像很结构功能论 那很多老师会不高兴 可是实际上我们台湾应该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跟民俗 其实都是符合县市所有人的需要 那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经济跟调整 然后我们常很多人都跟我说民俗要不要改 我说民俗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他一直在变 是 对所以他就会调试 你说我们抗议像那个行天公 很久他之前他就说我不烧香了 其实民间信仰是一直在变 不过我刚修正一下我刚那个所谓的那个压迫女性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反而换个角度是说 其实不管是仪式文化或者是家族 他会对这种意外死亡的 不管是难产的车祸死掉的腰折的什么的 有这个欺欺 所以其实除了是对这个亡魂的弥补超身拔肚之外 恐怕也是在往那个生者对死者的那种 那种心灵的那种补偿这样子 对信聪刚刚讲这个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救赎之外 其实还我们回到丧礼本身 那丧礼本身其实会有一个叫女儿要回来报恩 尤其是那一个对象 如果是妈妈 那世公的子女子要出 对对对 然后尤其是妈妈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南部的功德的时候 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母亲是你的那一个 呃是女性就王者 妈妈一定都在说女生 就是王者 就是你在三村的时候 在南部要做一件事情是 在做三村的时候 他会用那个食用色素 黄灰米 染成一碗红色的血 然后呢 你要去把那碗血喝掉 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部分 就是说妈妈因为生小孩 所以他一定会 不管有没有残难 最后一定会回到血池 所以你要把血池的水喝干 然后来救赎妈妈 然后表示孝心 就有点这样的仪式象征 可是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在感念母亲 跟在怀念母亲的那个 呃在生产你的时候的那个不确定性跟什么 就是大家想到会哭得很惨 所以所以现在仪式不太做 可是我们早期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在强调那一个 母亲把你生出来的那个 尤其是古代的高危险性跟那一种 呃你应该要去感谢他怀胎十月 因为因为一定会唱怀胎十月歌 所以所以虽然是有一点 什么是怀胎十月歌 哦他会唱那个你怀胎十月 他会像说第一个月会怎么样 朋友孩子害死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第一个月怎么样 就道士会唱一首歌 就是会有一个 《丧葬仪式》里面道士会唱一首怀胎十月歌 对对对对 来感念去世的母亲 对对对 让你知道说 其实他要生你 他要买孩子 然后你生下来的时候 看女孩 走看女孩 惊然后什么 会担心你能是 就是他会唱你到几岁 然后一直到你结婚 他其实是一种民间的歌谣 也不是道士的可以 可是你看到你一直在挖口 还是在做这个仪式的时候会唱 他其实是一种 在教导你去体会那个 父母养育你的那个不熟 所以你会看到 虽然当然会有一个 一方的对女生 你会认为是对女生的控制跟污名 我也认为是 我们常常说我们都退给儒家 可是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民间信仰里面 他更多的其他的面向 是让你去面对 你的父母亲怎么养育你 你要去感念这些事情 是 不过其实很多人讲说 那个老掉牙的 这个我不信 这个迷信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都对于民间的民俗信仰超有兴趣 那洪老师当然是后来非常有成绩 可是我觉得说民俗信仰不是那么表面说 你都爱贵 女儿来扣 什么的 或者是说烧香 或者是迷信 它其实反映的是一套文化体系 反映的是这一套 我们如何去透过仪式 信仰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方法 来去表达情感 来去治疗我们内心那些伤痛 来去维系一个社会群体如何永续走下去了 刚刚我们谈到说 我们这一次要谈的是 勘征 那征呢 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说在云林口屋有一个勘 水征 那刚刚也谈到说 其实早期如果是妇女男产而死的话 要勘会征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 如果是车祸 或者是凶杀命案 或者是像是这种比较大型的灾难 像消防弟兄不幸去世的 那个也是透过这样的仪式 包括说让王者有比较好的一个安息的一个机会 也让生者可以弥补心理上 不管愧疚也好 或者是担心 甚至是害怕也好 这是一个 如果仪式是在救王 也在救生的话 那就必须谈到这次的主题 180年前 那个是叫做道光25年 西元1845年 距离现在180年前 发生在云林口湖 这应该是有记录以来 台湾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难 台湾通知讲说在云林 其实那时候也不叫口湖 那边蛤蟆了 现在叫金湖 就是口湖的一个比较小的范围的地方 因为180年前那场大台风 台湾通知说至少死了三千多个人 那我看到其他的这些记录又说超过一万个人以上 具体的数字不晓得 可是自从180年前发生那么大的一个惨难事件之后 于是在金湖这个地方 有了砍水井的疑似 这两个关联是什么 我们先谈这个水灾 这个水灾的影响 我们现在当然都目光集中在所谓的口湖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他如果我们从方式上面来看 他影响非常大 他从北从鹿港 南到东港 他其实他的这个爆炒 从彰化到屏东 对 其实他影响非常大 所以其实在这两天时间 其实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是 我们当然知道核心的六月的四五六这几天 就水灾发生那几天 其实一直到七号 就是说其实这几天祭勤的仪式可能是口湖附近 但实际上会根据淹水的时间 其实从六月初到六月底 其实在这一个很大的区块里面 其实都有类似的仪式 其实是大家的仪式的遗忘 所以大家会不太记得 像我们知道是在千丈的那一天的早上到中午 东池跟布袋的西的沿岸或是沿海 其实还是很多民众会出来拜 朝着口湖的方向拜 他们说他们去拜水老公 或者是拜那个 他们就是拜着水难的仪式的那个王者 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所以就是说他影响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 这个是对一个历史灾难记忆的 透过仪式来共同去记忆然后去纪念 当然因为我们会去缅怀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当然就会去透过这样的仪式 所以堪增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仪式下产生的 而且因为当初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主要的收买地 现在仪式的主要的点其实有几个地方 那主要当然就是有夏寮 三星寮 这也是夏寮 然后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大型的大庙 我们经过西兵就会看到金湖 然后有一个叫做哈玛寮 哈玛寮就是最原本他收买有两个地方 就是尸骨很多嘛 那时候会集体收买 其实那时候的万人种非常多 就是说收买的点很多 那主要就是后来因为整理一些因素 所以大概就集中在几个点 尤其像西兵或道路 然后现代的开发 所以其实以前就会就地收买很多小池 哈玛寮跟三星寮 然后还有那个夏桂山 它就变成是一个收买的地方 因为日本时期已经开始在进行大规模农场开发 所以他们其实在大范围里面收买了很多的 的那个尸骨 那当然当然他们也会有讲嘛 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世界 因为历次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云林就是一个水患很多的地方 所以就是会会去收买 所以大概就是有收买这些地方 然后但是呢 因为为了集体去安抚这样的仪式 就是安抚孤魂 因为其实台湾的很多的大型的宗教仪式 其实都是为了去去安抚这些孤魂野鬼 我们现在看到的基隆中原记 一鸣 就是一鸣 这几个国家文化资产 包括口湖的欠水帐 这个其实都是国家文化资产 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台湾的 不管是战争或是大型灾难的 历史记忆的一个留存 我就讲说 其实讲到180年前 可能大家印象真的很少很少 可是如果讲到八八风灾 那时候其实就我第一时间就跑到屏洞去 那个真的是 至少对我一个旁观采访的人来讲 那个冲击到现在还在 然后发生了小邻村事件 整个村就没了 那么多的人就埋在土里面 那对我一个住台北的来讲 我都已经无法去承受那么大的那种 惊吓恐惧 那更何况他的亲人 周遭的一些亲友 或者是住在那附近的民众 那怎么办 我其实因为我后来跟那个 达赖喇嘛基金会比较熟 每一次他们来我就说 非常非常感谢达赖喇嘛 为什么呢 达赖喇嘛特别从德安撒腊 来到台湾 在小邻村那边做了一场法事 有笑没笑我不知道 但是你那种内心的伤痕你就被抚慰 甚至被弥补 就很像这一阵子大家在谈白沙屯一样 就是说那个三姐弟那种悲惨的事情 他去看有笑没笑不晓得 但至少你那个内心的伤痕就被处理了 回到180年前 那个就是台湾已经很遗忘掉了 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就死了几千人 光是在那个口湖地区北到陆港 南到东港 从彰化到屏东 都是死伤无数的情形下 那然后我再谈谈说 刚刚我们谈到那个追诊的结构就是 下中上 可能是水地天 然后一层一层的通过电梯的方式 倒是帮你操身 帮你拔肚 帮你让你有比较好的一些慰藉 或者是治疗的一些方式 可是180年过去的 为什么这个仪式还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大概当然这个就是约定俗成 台湾的很多的民俗 其实应该看到说 全世界很多的民俗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文化 然后他透过这仪式在积的历史 所以我们讲如果是从一个宗教历史文化层面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他反复会去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从宗教层面来看的话 当然那个是他一个安抚 就是安抚他当初他的祖先或顾婚 然后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非常做 常常会在做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是已经救助完了 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做 你超生拔肚一次就好了 然后就每年都在拔肚 对对 当然宗教上有非常逻辑 比如说第一 他可能比如说罪孽比较深 或者是说因为要重复做 因为死的人比较多 所以要慢慢祭靶 才会解除他们的非正王死亡 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是 如果我们从文化层面看 你回到口湖 或回到那个当下去的时候 其实大家知道是水灾 其实都离他们不远 是 你只要看到新闻 看到风筝 因为我妹妹嫁到那里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只要说台风来了 要淹水了 我妈妈就 因为当然这几年是没有 那以前我妹刚嫁去的时候 我妈就开始会打电话 你娘要怎样 不然水来要快走 你看那个反复的 对那个历史记忆的东西是在的 所以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想做 可是对他们来说 那个是一个经验 它还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生活经验还在 然后这些东西反部都在 那些恐惧其实没有很远的利益 尽管那个灾难是在180年前 可是这180年来 灾难从来没有说真正远离云林口湖这个地方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抽水机做了 当然现在淹水几率变得很低 现在很安全 提防很高 有抽水机 可是那个不确定性的不安全感就在 你现在整个极端气候情形 你怎么知道哪一次又要来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水灾 可是这个是不是说 那个恐惧还在 可是还有一点 疑似是在提醒你不要忘了那个风险 并没有远离 当你在做砍水症的时候 你就要想起说 我们还是住在一个比较容易淹水的低化地区 海是无情的 180年前造成那么大的灾难 180年来灾难还是持续的不断 疑似提醒你这件事情 人跟环境之间它其实是有风险存在 有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仪式 比如说我们全台都可见的拜K的仪式 拜九博 你像我们家后面的是拜九博 为什么拜九博 你是对人 我是台中人 台中有拜九博 我们我们中博很多 我们大贾西跟大胺西很会泛滥 所以我们是在大胺西的资流 所以我们会拜大胺西资流的九博 然后一直到现在 报就是报法那个报 对对对 有说拜害 你可以看到全台湾都很多类似的仪式 其实那个都在提醒我们 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水无情 对 而且我们甚至把九博有点当作神在拜 所以你看拜九博 所以拜九博的时候 我们会分开两个地方拜 一个是拜河里面的好兄弟跟河神 然后一个是拜九博 提防 提防 所以那个在提防 在提醒你什么 你不能破坏它 就因为它保护你 然后我们 我是台下人 我们大贾还有一个习俗叫做水教 水教 水教 水教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几次水难冲击之后 大家就会去修那个提防 那个有一点是集体说 他十年做一次 十年来我们无灾无患 然后那个提防你也不能去动它 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透过那个提防去保护 所以所以仪式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呃在提醒我们说 那个那个呃你要跟环境共存 是哦比如说像那个海教 金门有一个海教 我知道我们有讲过 对对才拜 它其实是两两个事情 一个是超把 嗯 就是它在救度它的祖先 所以以买砍增 砍增增 它跟呃口无的水教一样 但是它另外海教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 它其实有个坛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它会去暗海 暗夜 为什么 我就是要跟共存 所以呢 它会去请那个龙王来 然后水府丹林大帝来 他来接受祭祀 是 我是跟你和平共存的 是 那那很多宗教仪式里面其实是跟环境的共存 那比如说道教仪式里面要风山进水 是 很多东西其实是你跟环境的共存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看清我们的民间信仰 仪式习俗 那其实是有非常富有意涵 甚至到现代 那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透过仪式 尊敬环境 尊敬自然 然后呢 要跟它达到一个平衡和谐 如果这个关系被破坏 那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 可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那个在口湖那个万善爷庙啊 就是金湖那边 就是西兵那个很大的那间庙 我要看 有一尊神明 很不一样 很特别 他们叫做九头十八手 就是一个汉草很好的 标行大汉啊 然后手拎着两个小baby 脚这样子拉着几个小baby 还有人这样牵着他这样子 所以一个大人 然后呢 抓了八个小baby 所以叫做九头十八手 他们叫做这个叫做战水英雄 然后就是在一百八十年前 在金湖那一个那么大的灾难呢 有一个人 因为身高可能超过一百八十公分以上 体格非常壮硕 可是回到家之后呢 发现他妈妈淹死 伤心欲绝的时候 看到有八个小孩子 也将近快要淹死的情形下 赶快去救他 所以就拎了八个小baby 那后来呢 再一波大的那个浪潮过来 又把他们九个人全部都淹没 不幸溺斃 所以后来口湖金湖那边的人 为纪念他 就弄了一个金身 然后呢 把他供奉 所以叫做九头十八手 可是 这个陈英雄 战水英雄 他又反映的是一个说 我不是只有怕你大自然 我是要跟你对抗 我是可以救的 我不是那么的弱势 就是你大水来 我就只能坐以待毙 战水英雄的形象又是很特别 他其实是有一点被塑造化出来的 因为像这是集体灾难 然后集体灾难 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集体祭祀 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拜的对象是谁 所以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 其实就会出现所谓的单一化 就是他会拿一个剑朵式人物 就是我们研究叫剑朵式人物 就是他会拿一个 你去关注他的对象 所以很 指标性人物 对 陈英雄其实是我们根据 我们从那个方志 跟从一些他们口传跟 祖谱跟一些神像的造型上面看到 他其实是被一直被加工的 没有那些小朋友 他本来就是一个单纯的 被击败的神明 然后开始一直被加工 就是说开始变仪式 然后不到后来的变成 这十几二十年来 有点像我们现在网红 对 没那么厉害 大家加油 天主越来越厉害 那当然就是民间信仰里面的特色 然后他透过去这样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是 第一个当然是有信仰上的需要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 集体性的信仰 然后当我很有灵验的时候 我怎么去分领或是什么 行诸白亚不可能去分领 所以当然就要透过神像什么 然后也可以去集中 然后同时他也去 去做一个集体投射 就是我们面对 大自然这些复杂的灾害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可能 刚心中讲的时候 比如说对抗 但是我不觉得对抗 可能是你会觉得 有人可以救赎 不是无解的无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 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做一点点的救赎 然后同时也是可以去凸显说 我们神明祭祀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是因为他一定要有所谓的功劳 可是我这些都是往生者 往生者通常很难达到 所谓的行明一抗 可是当你要脱离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受难者的角色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些异形 我知道 要战功 对要战功 所以你通常就会拉一个人出来 像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 四朝大众爷庙 他也是集体祭祀 可是他也拉了一个 类似成英雄的角色出来 就是你会想说 他明国七十年开始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灵验 然后他开始兴盛的时候 他其实需要一个作为转化跟寄托的对象 一个精神投射的对象 对对对 不过其实那也反映是说 我们不是那么的绝望 对 就是在面对无情大自然的时候 对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希望 对 就至少会有一个人或是一个神会来救我们 对出现 不过很有趣 就是我接下来 我们尽量不要谈太那个怪力乱神 可是确实 勘椎托也充满了神秘色彩 我稍微讲一下勘椎托怎么看 首先呢 他其实现在要那个古增 就是做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增 就是一个竹楼 然后你要去编 然后你要胡子弄成三层 水地天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然后开始开始呢 要请楼 要起床 说我要做这个仪式 然后呢 要请神发表 跟请神到前面来主持这些仪式 最重要是 开始要放水中 跟基隆一样放水灯 然后呢 召告这些水中的孤魂说 我们差不多要来砍水中了 你要注意一下 时间你不要漏掉了 然后要朝下 就是要取得天庭的这个 同意 然后呢 砍水灯之后 孤魂野鬼来了之后 当然就是诵经啊 拜灿啊 这些很重要的 然后 起床 勘灯 然后之后还要倒撞 这个其实这三个 可能要多请教一下洪老师 起床就是开始呢 你亮亮亮的时候呢 勘灯 似乎我看到的情形是 应该是后代子孙 那如果家人长辈 也有类似不同的 这些不幸经验的话 就是他也要为特定的长辈 祖先们去勘灯 勘呢 就是人呢 绕着这个壮或壮呢 旋转 转转转 孤魂不是在水里面吗 他会坐着这个电梯 从一楼到二楼 到三楼 之后就附生在 这个家属的身上 那就开始 跟那一个就是那个 我做的研究 砍蒙一样 王魂就直接附生在 活的人的身上 开始沟通啊 开始干嘛 然后之后 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 还要倒撞 倒葬 把那个水灯弄倒 用那种很凶狠的 那个超丘啊 那个法力无边的 把他整个打掉 这样子 堪蒸的过程 还有倒撞的过程 似乎充满了很多 神秘现象 堪蒸里面 第一个他当然 就是要先放射嘛 你要先拿 拿那个射书去 把人保出来 才可以慢慢上来嘛 然后 然后会有一个 我们刚刚信聪讲 那个有人附生 那个叫法蒸 法蒸 那个部分 其实是在 整个彰化 一直到嘉义沿海 其实他在堪蒸的时候 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陆港跟 口湖地区 他有而且 甚至陆港地区 就是你一定要 管罚 就是一定要那个附生 所以 比如说我们有人 落水之后 你给他砍了 一定要把那个人砍起来 一定要砍到附生 所以陆港传统砍争 那为什么大家 现在很少看到陆港砍争 因为那个 你要花非常多时间 花非常多钱 为什么 你可能要三天四天 他不是像说 我们仪式结束之后 他是要把那一个 王者砍起来 尤其陆港 而且会验证 他会叫家属来跟你对话 那在口湖这边是 如果你有些 尤其是比如说 以前的祖先 落水的祖先 或者是说 最近落水 一定要砍起来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还是会把新的死亡的人的名字加上去 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像金王透过集体 叫复健 就是把他做的 把它砍起来 譬如说我妈妈古年过世 然后就会说 你爸爸死了二十年了 要不要复健 顺便做你爸爸 就要复健 所以他就这样处理 他发起来后 通常就会进去那个庙里面 然后就会在庙里面 他就问说你是谁 所以在我们早期田野的时候 其实会广播 庙里会广播 某某人 你们有在这里吗 就会叫家属来 所以我们早期做田野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那个家属会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话 譬如说 你如果在砍成 那庙里就会放上 对 说某某人啊 现在要跟你们阿公起来 不是阿公起来 你们阿公已经砍起来 你爱家的人要来 你这个是谁来 全部都来都来 对 他就会广播 所以因为我看到 我有看到我朋友 我朋友 阿公你才站在那里 这个有问 还有还有问那个 因为有阿公过不久 我们有看问你团密码的 今天你都在那里 我没有看问你团密码 可是通常上门 你都是来交代 譬如说风水有问题 还是说到 做了就有视觉差 或者是说 交代家里的人 要注意什么事情 以前是这样 越来越多外人参与之后 其实很多人 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都会跑来 他们当然就 一朝地人 他就好像黑白发 所以你看 而且因为现在摄影机多了 所以当地人反而不太 不太想做这个 不太想做这个 因为他不太想要让家事 曝光或什么的 所以你反而看到 当地人来看 就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蛤蟆料的万善子 这几年就干脆取消 因为外面的很多人 都不会化整 他就把这个环节取消 其实我们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你有个固定的仪式 可是因为外来的 干预太多了 然后就被人转 可是他们其实也干扰了社区的一个集体仪式 为什么 因为这个集体仪式 其实是一直在解决他们的集体焦虑 是 所以说其实 我到现在还没有到口湖去看过 看神 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这样 就是说 那个其实是人家很伤痛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那个观光客 游客 哇 这个好像亡灵附身 大家就好像抱着那个看热闹的心态 那其实对整个仪式 对地方是很大的伤害 甚至我们有看到有人 就是把他当作观光 在那里摆拍 就有北部的摄影团体下去就这样 然后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不尊重 非常不尊重 对 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那一次的事件 其实我有点生气 其实我有点出来媒体发生 就是说 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 是因为你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基本上这不是节庆活动 是 这是商礼 这是商礼 过了180年 他成为国家文化资产 是 一定现政府花很多钱办文化活动 是 可是他还是摆脱不了商礼 是 所以他会有一个从清代元旭到现在的 类似攻击的场合 是 所以政府官员去的时候 说为什么要搞得这么严肃 然后搞得像攻击 我就回那个 他就是攻击 他就是攻击 他从清代以来 是 美任的 从嘉义侏罗城内 要派 官员来自继 因为他是一个重大灾难 是 里面的死亡 那个本来就是为了安抚 地方不外面的安抚 所以他一直到现在 他就是一个商礼 不过真的也提醒各位朋友 就是说 如果参加民俗活动 其实 尊重当地是最起码的这个素养 对 更何况我们再谈到 水正 勘正 这其实就是一个商礼 商礼就是尊重商家 对 你到人家那边呢 你就比较乖 比较疼 如果人家愿意让你看 那你就乖乖在一旁 尊重他们 然后去学习这样子一个文化跟仪式 而不是用那种路清泽观光课 骑驾驾驾 这买了蜜蜂 影响到 他现在又有在发症 有两个地方 就是蛤蟆了到金毛 万圣亚洲 可是你看他蛤蟆了 就已经取消了 其实我们后来都去金虎 观察的时候 金毛其实也有 没法抖不掉 因为其实有时候 你去过度的诠释 或是不太了解 他当地的时候 其实会让他们觉得 很无言跟无理 就是说 我是让我的 以前世事的祖先 或是最近的祖先 他就去看 去交代 所以以前是 当地人是会来拜拜 然后 看自己的祖先 尤其是意外死亡的 就是他们都会 其实来捏蛋 甚至会小兄们说 不然你有事 你要站在这里交代来说 因为就是 万圣亚要给你资助 给你砍起来 那以前会这样 可是你现在搞到大家 他在解决地方 第一个是解决 集体焦虑的 就是说我们的整体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反正亚工 或是我们的亡灵会 那个是解决 个人的宗教 跟私人问题的焦虑的 所以这仪式会一直存在 是因为他一直是 没有 你就千万不要说 参加那个风暴的心态 去看人家 这个会被骂到臭头 也真的很丢脸 可是还有一个是说 这件事情是反映着一个 至少这180年来 在云林地区 人们跟地理环境 跟天然灾害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痕也好 祈求也好 我觉得祈求的成分 可能更大一点 那黄老师你怎么看待 就是说民间信仰里面 我们包括我们之前 也谈论过 刚刚你讲的说 那个拜卡 拜卡王 拜卡吉 或是拜花 拜布 在宜兰这样子说 那也谈到说 像是金门的海教 12年才做一次 回到堪增这件事情 它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人地理 跟自然的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 我们怎么去处理 跟去化解这样的一个灾难 那它同时也是记忆 跟提醒着我们 然后第一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仪式过程当中 它除了去救赎 失去的以前的亲人之外 它其实你看 它也是去放水电 它除了放水电 它除了是招请 那个以前往生的之外 它其实也招请 旁边其他事件起来的 一个是他的Paul 是 他的Paul 他一样还是透过仪式 在我同样的去 去嫉妒这些东西 唯有所依 就来不为例 所以他就是 他需要一个被忌俗 去救度的地方 我要去安抚他们 所以那个有一点是 在告诉我们说 这样我们透过这样的仪式 其实是需要跟 这些无形的和平共处 是 可以一样的方式 然后其实是以前 我们当然不科学 没有很多东西 我们很难做科学解释 可是包括到现在 我们可能要透过民俗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这样方式的记住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 开玩笑嘛 就是说 比如说 你像那个 每年大包西不是会 淹尸的吗 然后其实以前就 附近的民众就会去做一个 内有水鬼请勿进入 他们会说那个牌子 设的时候 比那个消防队员 去讲那个内有漩涡 还有用 其实以前是因为 我们很多事情 是没有办法 其实以前 就是你没有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科学原则 或是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用一些民俗的禁忌 去提醒 绕个弯 提醒 对对 用以示 错误不要再犯 对对对 那个其实是一个 东方的社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我们七月盆 为什么不可以 不要去水边 对或者说我们 不可以晒衣服在外面 为什么 因为你会吓到别人 其实他就说 那个会附证 可是其实那个 你看嘛 那个道长 七月盆 不能外面披衣 不是不能外面披衣 要入业之前 就要把衣服收回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人行 你又是农历区域的时候 其实人家 你会吓到人家 如果还可以飘一下 对 你会怕死 对对对 不出车祸都出车祸 所以民俗就会跟你讲说 你不可以去付 那当然是他解决问题 然后你为什么要 要挂那个 普渡宫灯 那个其实也是照亮 除了当然照亮阴间之外 也让 照亮阳间 阳间 对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谁的阴阳 两立 不过我们从包括 金门的海教 也包括说 在特别是中台湾 以及宜蘭 还记得很多地方 都有这种 拜息的信仰 今天再谈到 在云林 口湖 金湖 这个地方的 勘争的这个习俗 水域神灵系列 其实是想说 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是在处理 是在提醒我们 人 自然环境 跟大自然 可能带来的一个灾害 该如何跟环境 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该如何提醒人们 去做永续的一些 很重要的观念跟做法 非常感谢政治大学 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洪英发洪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 也别忘了要五星按赞 留下你的意见 我们都非常重视这些意见 然后要按赞 订阅 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洪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